吉野家香港经营权所在的香港核心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全国政协委员洪明基表示 对事件的发生感到极为愤怒 已和涉事的广告公司解约 并解雇负责广告事务的公司员工 11日日本快餐品牌吉野家被曝 其香港分公司疑似为讨好激进分子而侮辱香港警察 在社交网站脸书账号上 用狮子狗一词暗讽警察 事件发酵后 香港吉野家删除了贴文 贴文删除的时间距发不仅有一天 报道称 警方10日凌晨派人轻走 还有警员个人资料的纸张 反对派对此大作文章 声称警方大阵仗撕麦帽子 而且香港吉野家也借机抽水 在脸书发帖 内涵疑似辱骂警察的 不准叫我狮子狗等语句 用其谐音私之狗 按是撕麦帽子的警察为狗 12日据港媒报道 拥有吉野家香港经营权的香港核心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全国政协委员洪明基 在接受大公报及文汇报访问时表示 对事件的发生感到极为愤怒 已和涉事的广告公司解约 并解雇负责广告事务的公司员工 洪明基表示 自己近期刚刚参加了撑警大会 全力支持中国香港特区政府 以法施政 就发生有关事件非常痛心 目前该广告已经删除 他提到公司和涉事的广告公司已经解约 负责广告事务的公司员工已被解聘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 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 谢谢